9号下午 一名91岁高龄的老人 在杭州一所高校里徘徊 像是迷了路 保安和民警联系上老人的女儿 对方表示不用管 报警的是浙大育泉校区的保安 他跟我讲的就是刚才 刚刚几分钟前 那么就在这个猫嘴下下面 看到一个老年人在那里跺步 可能就是说迷路的状态 他们从他身上找到一个笔记本 笔记本里面有他女儿的一个电话 打个女儿 打个女儿 不想管 亲女儿不想管 你们12年来了 还有这种事情 他的新闻哪有 新闻哪有 那是新闻哪 好的 大爷先跟我们到拍手吧 好吧 大爷坐好啊 大爷 旁边扶好 旁边有把手的扶好 哎呀 有扶手的扶好 我们也不会看得很快的啊 就是你扶一下啊 他们说就是说 那女儿就表示说 不会来接的 就是不会来接的 叫她不要管的 那么我们当时呢 我当时今晚呢 可能是保安 可能跟他们 对方沟通什么有问题 那么我们也就是 我们也尝试再打过一次 打过一次 这确实是这么个回答 代警官表示 他们把老人带到派出所后 又给老人的女儿打了一次电话 还是同样的答复 从哪里过来了 开始 从台中啊 就什么车过来的啊 长途 啊 这火车啊 就28日到这里干嘛来的 找一个人 找一个人是吧 找一个 他们住在那里 刚刚比面的人 哦 是大跟比的 啊 我想 鼓一个 那她反复是跟我讲 是在找个人 就是连名字 她当时也说的 只不过是 我们听不清楚 可能 因为也急了 反正我们也听不清楚 她说什么 准确说 应该地方口音比较重 代警官说 老人91岁 9号早上 从台州坐动车来杭州 之后搭乘 28路公交车 到了浙大 老人很疲惫 精神也有些恍惚 后来他们在老人 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 查到一个固化号码 姓名跟老人只差一个字 民警拨打多次后接通了 对方表示 她是老人的妹妹 住在渔航林平 争得同意后 民警驱车把老人送了过去 见到自己的妹妹 老人露出了笑容 民警也放心了 不过想起 之前老人的女儿说 不要管 民警忍不住要说几句 我们真的就比较差一点 因为现在 因为我们辖区啊 就是走私老人 因为警区嘛 也比较多的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联系到家人之后 一般对方都是火急火燎的 马上就说 你们等等 我马上赶过来 就是在赶快路上的时候 还跟我们电话沟通 就意思就是说 我们马上来 看好他 怎么样怎么样的 像这么冷漠的这种电话 所以我还投一次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 那么宝贝 就是在赶快路上去 帮忙碰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